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来台北 那这次我是跟夏老师来搭配 来欢迎各位来台北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大伯 我头发还没有你白 所以可以叫小伯 他是懒的 对对对那我是真的 在为什么挑四月来欢迎来台北 就刚刚我想夏老师提到 就是因为有文博 那为什么是文博呢 其实在整个课程当中 在今年开始在跟陆老师 在设计课程当中就想说 怎么样把文化创意产业带进来 那这都是整个台北市 想要来跟各位所谈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次当中 这个夏老师提到说 在第二天我们会让各位去探险 感觉好像是去一个文博 但其实一个探险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去探险呢 我们可能会设计很多的闯关游戏 那第一个应该想台北在哪里 台北就在凹谷在往北走 在金瓜石的旁边 所以如果说你明年 今年开始都想要外走的话 那就代表说 不知道学生有没有限定说 只能够参加一个课程 或者从熬谷再往北再到金瓜石 再待久一点 就是到台北了 那四月就文博当中 文博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有几个园区 这大概是一个台北的状况 那为什么来挑文博呢 那为什么挑华山呢 华山是我在2007年开创的第一个园区 我那是华山的第二个总经 那这大概是华山的角度 那这里面当然要谈到几个年代 大伯说他准备四年 我是准备了16年 因为从2002年呢 台湾提出两兆双新 其中双新就一个叫内容产业 然后到2001年台湾通过文创法 到今年开始提到说要成立文策院 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蛮重要的脉络了 那这脉络当中 其实就各位如果从文创产业来看的话 你就要去了解说 那文化这个底蕴会在哪里 那文化底蕴在哪里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条路了 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都是你们要去探索的 华山在这里 松烟在这里 华山跟松烟有个什么样共同的关系 有一个铁路地下化之后 造成这两个园区的过去的相连 那为什么这园区会跟铁路有关系呢 那因为这里面当你们可能要去探索 比如说光华商场 因为曾经有一条铁路 就从高雄到台北 曾经有一条铁路从台北到基隆 那因为贯穿了这个交通当中 贯穿一个城市的脉络 那为什么会有文博呢 文博是利用捷运 把几个园区给贯穿一看 否则这些当中来都是一个运速交通的底运 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说 因为他讲到四年 我都不得不招生 现在要拼招生效率嘛 虽然只有三十个人对不对 那好那这里面当中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就因为这条铁路地下化之后 造成高架道 高架道再往地下走 再往地上走 其实都会造成不同的城市脉络的纹理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淡水海基隆河 在整个脉络当中来讲的话 其实交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脉络 而这脉络当然解决一个整个人化的底印 所以因此我们来看到松山 松山姑且叫做烟厂 那松山旁边还是有一条铁路 铁路有个叫台北机场 不是会进那机场 是火车洗澡机场台北机场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在各位 如果说能够选择到我们这一组来 你们就要来这个来探险 好 花博征验馆那也是跟捷运有点关系 那我想这很快来谈过去 保障岩那当然它又跟水路有关系 好 那这边只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怎么跑到这边来呢 我另外一个工作是在易游网 易游网是2000年成立的一个公司 但易游网这些年都面临到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旅游工具 新的旅游工具就牵涉定位有的问题 牵涉工具操作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其中一个短短时间会想要带各位去易游 看一下说在整个旅游工具当中 它改变系统怎么去改变 怎么从早期的 你看这97年的这所谓的网页Portal的概念 到现在所谓的APP概念当中 到未来2020年 一定是属于AI载具的一个改变当中 又怎么去改变到这东西呢 那这边只是在解释说 从这些结构上的改变当中 怎么去改变 因为载具的改变 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 你譬如说你可以比较说台湾大车队跟Uber 它的这工具有什么不同 它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便利 好 那这又回到 今天其实没有套好 又回到杜老师这边所讲的 创新地图创业毫有益 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在过程当中 善用地图 又把地图当成一个载具 来承载更多的内容 这也是我们所想讲的 那这边只是在提到说 像台北的一些地图 这地图当然可能你自己可以去完成 完成你可以找到某些地图 那我们在夏老师下学的课当中 也会带各位来开始做一些地图的探讨 那这些当中都是一些 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地图 都是基本上我想杜老师 意思是所有的课都修了 你大概就会懂得利用地图 会创造地图 会在社群当中结交更多的朋友 并且一定会改变你未来的未来 因为为什么一定是把人文跟科技跟创性 跟地图加在一块 那这些大概就是一个地图的概念 你看这都是多么棒的一个地图的概念 好 所以四月台北见 那还有先不要那么快鼓掌 我跟夏老师还有一个 来自一个相同的地方在花林 这是我们现在计划的进行一个计划 在花东重古的一个 一个叫万物粮长计划 我也希望说同学们参加完之后 也许七月你们可以来参与我们在花东的一个 一个整个叫做万物粮长大地庆典 也是另外地图人文探索出走的计划 谢谢